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嗯 坚强的人从来不会这样就被打倒 哪里跌倒 我们就要从哪里跑起来 嗯 我们要团结起来 一鼓作气 奋斗奋斗 一鼓作气 想想你们过去的那些日子 去牛辣 左马宝 护肥 那我就先走了 加油 加油 一鼓作气 对 不关老天爷要惩罚我 请怕警察来抓我 干吗让我这么早起 你去晚了人多眼砸啊 万一露馅了怎么办 还有啊 你跟焦作人情不易 每天住在一起 这抬头不见低头见 想要瞒天过海 还是得想个办法 想办法这事就交给你了 这回至少可以避开孤蓝 对了 我早就觉得你不对劲了 说 你跟孤蓝到底发生什么了 比赛细节 禁止恋爱 比赛细节 好 虽然是误会 但如果顾蓝顺着地下恋情的线索往下查 你在学校女生身份的事 肯定兜不住 总之目前能躲一次是一次 走吧 好吧 出来了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鸡牌电视台 为大家主办的 公益正当时 是乐队满人心的公益巡回赛 杨帆琪豪霸 录制已经开始了 杨一星录制了 后面那助理阿华会陪着你 孤兰的事交给我们就行了 随着我们第一位选手的亮相 接下来即将为您揭晓 本次比赛的飞行嘉宾 有请我们的飞行嘉宾 孤兰 看到我们师辰和经纪人 目瞪口胎的样子 想必是被我们准备的惊喜 给震撼到了 紧接着亮相的是情不义和焦作人 来 和我们的观众朋友 打声招呼好吗 大家好 这个时间通常是我的开葬时间 我现在就可以给大家 没想到 UFO在我们比赛的第一天 就来到我们的斑马团串门 大家好 我是UFO里的陈迪欧 听说斑马团的各位都身怀绝技 所以我必须来搞好关系 以后也能更好地向你们学习 妖宝 在里面坐坐 走嘞 咱们UFO在比赛的第一天 来到斑马团串门 想问一下 您对本次比赛有什么看法吗 她们的推荐官和欧阳玫瑰是死对头 你一定要小心 谷哥 你不要突然出现好不好 UFO队员陈里欧 现在是他们乐队的主唱 也是他们公司重点培养的歌手 这次来参赛 极有可能是要抢风的 所以 我不准你分析 谷哥 再美的误会 应该尽早解释 我真没谈啊 不用紧 又来 谷哥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自己看着办 冷静 冷静 还有两抽 得看你想个办法 太好了 嘉宾顾身站我们这边 这下赛事组 再整什么腰饿子都不用怕 是吗 什么 住帐吗 根据这次的比赛规则 飞行嘉宾会带领着各个高校 各个公司的专业人士进行打分 对我们送过去的迪摩进行评定之后 再统一发布任务 而你们三个 统统被定为了不及格 相应的待遇只有住帐篷 而别墅是要给人家优等生UFO的 也就是陈李欧他们 谷哥怎么可能给我的天来之一 打不及格啊 自己公司的后备 我的要求自然会更加严格一些 再说 他们送来的东西实在是 研究中国这文字 不知道大伙发现没有 中国这文字 给他们送去的 是我们三个人的相声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成为相声 是我换的 我们的目标 是保存实力 麻痹敌人 伺机逆袭 毕竟UFO是有口接备的成熟乐队 跟他们竞争 我们有信心吗 当然没有 所以我们要故意搞乌龙 这样就能认怂保平安 好主意 不愧是你呀 师长 牛啊牛啊 好主意 只有这么大 晚上万一 完了呀 吃吃不好 睡睡不好 小鱼姐姐还见不到 这总比乔洞好吧 刚刚要不是阿花帮忙 你连睡的地方都没有 一会儿 我睡中间 这还得了 大哥 怕你们三个人不够睡 我就向赛事组申请了一个账帮 那我进去客气 快一步了 你想啥呢 但是你跟我一起睡吧 我有办法让你找到小鱼姐姐 走吧 真的吗 真的 那就这么决定了 我教你搭帐篷吧 太紧了 拔不出来 有力呀 我说一二三 咱们一起使劲 一 二 三 有没有搞错 这是什么偶像剧桥段吗 说错了 这才不是偶像剧桥段 我 我截开绳子 你忍一下 我传不上来 你醒了 那这样吧 麻烦了 对不起 不是故意的 别闲着 你看哪能解开绳子 你 我 我 你 在想些什么呀 不准想了 你不要动了 要不 我们叫人过来吧 不行 要是被人拍到 根本解释不清楚 你 你觉不觉得 有什么东西很够 什么东西 不知道 吃吗 不知道什么时候掉进去的 原来是树枝啊 我继续去 我 我去帐帐那边来 今天 千巧想要下雨啊 时长 关于你身份的事情 我已经全部都调查清楚了 果然 被顾神盯上了 早晚得暴露 早晚得暴露 既然被你发现了 我就没什么可以瞒的 本来以为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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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未经许可 ,請许可,otic 把一定要估出去 撕出